格子,我们都知道现在刚上市的手机啊,基本手机的内存呢都是128G起步啊,然后是256G,512G啊,因为随着这个手机像素的不断提升呢,啊,还有手机的功能不断提升呢,啊,占的内存是越来越大了,那我们手中64G内存的这个手机啊,内存够不够用呢,到底要不要换新机呢,啊,格子今天呢,给大家分享两个小技巧啊, 立马可以为手机呢,啊,腾出来一半的空间啊,那首先呢,大家打开微信啊,然后点右下角的我的啊,然后再点这个设置啊,在设置里面找到通用啊,然后再找到最后一栏的这个微信存储空间啊,点开啊,那点开之后,那大家可以看到啊,这个微信一用空间啊,就用了快10G了,我这个还是清理过的啊,我这个之前清理过缓存啊,所以说它这个用的少, 之前清理的时候,这个微信就占了将近20G呢啊,所以大家呢啊,先点这个清理缓存这块啊,如果你没有清理过缓存的朋友呢啊,你这块占的内存应该比较大,把这儿清理完了啊,手机还有你的聊天记录啊,图片视频不受任何影响啊,然后这块大家看到聊天记录啊, 这儿有一个这个3.5G,这也占的内存比较大啊,我建议你把这个微信当中有用的东西呢,直接保存到手机相册当中啊,那么啊,这块的东西就可以一键删除了啊,删除完也可以节省出来3.5G 那这样做呢,至少可以为手机呢,节省出来10G左右的空间啊,那第二个小技巧呢,最少可以为大家啊,腾出来啊,10到30G的空间啊,那大家还是按照我的步骤来操作啊,那咱们首先呢,点开应用市场啊, 苹果手机呢,就是AppleStar啊,然后搜索一刻相册啊,完了直接安装,好,那安装完之后呢,直接打开啊,打开之后呢,直接这个勾选底下这个啊,然后这个微信登录呢,比较方便啊,直接就微信登录了 那进来之后呢啊,大家看我手点的那个位置啊,在那块啊,输入大写的啊,AAA632啊,然后点这个立即激活啊,就可以激活这个无线空间了 那激活后呢,你所有的照片和视频呢,就全都备份过来了啊,这样你就可以把手机相册当中的照片跟视频删掉了啊,为手机腾出大量的空间和内存 好,那朋友们,这两个技巧呢,同时使用之后呢,啊,你们自己可以看一下啊,至少可以为手机呢,节省出来20个G啊,到50个G的空间啊,这样呢,就可以为手机啊,节省出来大量的内存了啊,即使只有64个G啊,你手机也完全够用 那需要注意的是呢,第二个技巧里面啊,你可以免费领取无线空间的那个权限呢,是现实的啊,因为这么好的事呢,它不可能永久的免费啊,活动就到9月28号啊,并且你这个领取完无线空间之后呢,还能领两元的红包啊,所以想为手机瘦身啊,想获得这个无线云空间的朋友啊,啊,赶紧拿起手机啊,下载一颗相册啊, 啊,啊,领取你的这个免费的永久使用的权限啊,也希望呢,啊,大家能把这么好的事呢,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啊,为他们的手机呢,也瘦瘦身啊,因为活动呢,是限时限量的啊,过了这村呢,就没这店了,好,那朋友们,有什么不明白的,欢迎在屏幕下方留言,咱们向我交流,喜欢就关注格子,关注格子